1 2 2 3 4 5 5 6 6 7 7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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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老世贤对阵阶阶阳决胜局的较量 刚才在第二局结束之后 听电了李永波指导对于盲世贤的点拨 就说他说你不要慢掉 速度慢慢掉对手是没有效果 你可以采用批杀或者批掉 还是要盲世贤把速度稍微提一提 这个比赛来到了决胜局 其实真的是对培研书的体力的考验是很大的 他昨天的半决赛打印度的新湖 就打得非常辛苦 消耗很大 这个一天的时间 仅仅一天的时间 这个也很难恢复过来 放网 这方把球挑起来 接杀不错 接杀不错 啊 王富贤这一下啊 正手杀直线 这球下网 接杀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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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勝 3勝 2 1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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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一拍 再放網 對 對 對 回放 這個球真是王世賢我覺得可惜了啊 這個球就是如果掉完了以後啊能有一個提速 就結合一個變速的話我覺得這個效果會更好 再勾對腳 再勾對腳 再放網 轉拍啊各有一個勾對腳 然後呢頭頂區突擊直線 這球放網放的質量很高 黑炎叔這個大攻步 依舊是無能為力 滿幾秒 的 黑 countdown 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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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前面,前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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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这一脚 有些分数看着还是挺王世贤着急的 感觉他好像在场上占据了主动 但是始终不下分 王世贤失忆场地的工作人员 清理一下场地 好球 好球 这球裴研书的发球质量不高 这是一个平高球 回放 王世贤把球挑起来 突击 好的 要在后场的要多一些这样的进攻和下压 适当地要把速度往上提一提 漂亮 这也是黑炎书的一个接踏球的假动作 看着是要推弹你的底线 但其实它是一个放网 再把球挑起来 再是一个投顶区的批掉 投顶区的一个滑板批掉 批掉对角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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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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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外 解外 8比7 盲世贤现在领先一分 收掉一盘 见内 打到这个阶段应该说双方的体能消耗都非常大 这时候就要顶住这口气 这口气不能散 要咬牙要坚持住 就是一定要相信 就是你累对手比你更累 8比9 盲言输落后一分 双方决胜局的较量 这场球如果王世贤能够获胜的话 那么中队将会以3比0的大比分击败韩国队 获得2014年仁川亚运会 女毛球项目女子团体的冠军 这球出界了 9比9 我们看到这一分就是王世贤的后场几次主动的下压进攻 试图去加速 但是裴远输整个的防守还做得非常好 9比9 简内漂亮啊 这球王世贤的反拍 推一个对角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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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派放往对方把球挑起来 再放 漂亮漂亮 再调一拍 推对方投景区底线 有机会 这个看着很多的分数 基本上都是这样 王世贤其实是有机会的 但是最后下分 适当的时候还是需要提速 因为这种适当的变速提速 就是说破坏一个对方在场上的移动的节奏 这球没有过来 这球没有过来 这球黑炎书上来的时候 正手勾对角 这个点已经很低了 这球很难 勾出高之上的对角线的小球 可以 离开 界内 界内压裴燕叔 这个投顶区的底线 这个球是落到了界内 裴燕叔在判断上出现了一点点的失误 现在主要是体能下降以后 这个步伐也有点跟不上 这球出界了 王秀贤拉对方的底线 球是出现了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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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众有出现了 相差 的失误 其实之前有更好的下压机会 15-12 15比12 毛世贤在决胜局的领先3分 两位运动员都打得很顽强 到了这个阶段 应该说双方的体力消耗都很大 都是凭着顽强的意志品质在顶着 这口气不能散 去盲短球 这球发的质量稍微差了一些 拳击 神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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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孙前自己的杀球 对早现在一个杀球下网 15平 好之前刚才是揭发球啊 准备一个放网的时候出现了失误 现在黑暗树呢把比分推到了15平 卸外 黑暗树刚才是一个正手准备抓推突击啊 突击直线 那这球呢是没有能够杀入界 黑暗树 对拉底线的头顶区 这个球王世贤应该说接对方的批调 接得非常好 接调放网 17比15 王世贤现在领先2分 比赛争夺的非常激烈 好球好球 看着是黑炎书比较被动的 这球步法上没有完全到位的情况之下 这个正手我们看快速的抽对角 这平抽对角线 这球擦网而过 抢放网 推对方的底线 戒内 压对方头顶区底线再次取得成效 这球落到了戒内 这样的话现在是18比16 王世贤领先 戒内 戒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7比18 现在王世强还领先一分 建内 这时候因为是体力下降 所以这个步法确实是很难到位了 这个时候只能有时候可能要冒险的 去做一些这种赌博式的判断 这几次推对方的底线 我们看到王世强的推球还是都挺到位的 19比17 19比17 双方是你掌一分我追一分 比赛进行的非常焦灼 这球王世强回头看了一下底线啊 他觉得这球似乎有出界的嫌疑 被双方是你掌裂的 穴奋 你不会让你看了 解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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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擡 解擡 Body 好球好球 这球王世贤在头顶 陪延苏的名字在给他加油打气 敲起来 控制对方头顶去底线 这球陪延苏杀球出界 陪延苏头顶去杀直线 这个球偏了 这样的话是王世贤 21比19拿下了决胜局的比赛 从而以2比1战胜了韩国的名将陪延苏 也帮助中国队 最终是3比0战胜了韩国队 拿到了2014年人川亚运会 羽毛球项目女子团体的冠军 第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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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岁 最终是聘账的 第19岁